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李克强 在会上说了一个你妈是你妈 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 这家伙真是把老百姓新生给刨出来了 现在这几天多少人都在叨叨这些事 如何能够证明我是我 如何能够证明我爷爷还活着 如何能够证明我还没死呢 等等各种天方夜谭的事 可是我觉得这事看怎么理解 证明你妈是你妈 证明你是你 有的时候它一方面是反映了咱们国家社会存在的弊端 但是从另一方面 它也是现代社会管理人口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悖论 你有时候没辙 你比方说我前两天看一个成都有一个女的 他这情况复杂点他的七十多岁的父亲过世了 他父亲有两段婚姻 那开头跟他的生母后来离了 过不了几年呢 又跟他的继母又结婚 后来跟着继母呢又离了 然后从那之后他父亲就是独身 然后死了 女儿整理他的遗物啊 发现呢有这个仨存折 一个存折大概一百来块钱 就是反正加起来啊三百来块钱 那他这女儿就到银行想取出来 取出来他女儿觉得呢 这挺简单啊 我有户口本户口本上写着 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对吧 我有我自己的证件 有我父亲的死亡证明 那银行你怎么能不给我呢 结果一到柜台银行说不行 说你啊 这是要继承你爹的遗产呢 我一听这个啊 以我的逻辑 我就觉得这钱他拿不出来了 果然这新闻我往下看 因为为什么说逻辑啊 咱们想推想一下这个逻辑 你要说你是这要上升到继承遗产 那么你看 谁能继承他父亲的遗产 子女 另外还得证明 生母和继母夫妻也可以继承 都是会给你抢遗产的 好 那么你必须证明 生母是不是还活着啊 继母是不是还活着 活着的话 继母生母是不是放弃这个遗产 你得证明吧 就不说这个 你先得证明人家说了 你啊 这个你你父亲跟你继母离婚之后 一直到他死这段时间 婚姻状况不明确 他是不是离了呢 好 他到他爹的工作单位去说 你给我开个证明 我父亲跟我继母离婚之后 他就没再结婚 那单位说 他退休了 他有没有再结婚 也不会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给你开这个证明 这下傻了 怎么办 这头还没搞定呢 那头又出问题了 你得证明你父亲在这第一段婚姻和第二段婚姻当中都只有你一个女儿 他没再生过孩子 好 这也证明吧 你甚至还得证明 你父亲在没有这两段婚姻期间 就他单身期间 他有没有私生子 他有没有种 在民间 哎 这事我觉得是麻烦的 你看 咱们讲有一个司法原则 叫一罪从无 就是你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 为什么 因为自证其罪很头疼 你看 你只可以说 如果你指控我犯罪 那么请你拿出证据来 但是如果法官说 你要证明你没犯罪 我根本就没干 我没杀这人 我怎么证明我没杀这人呢 我要什么证据能证明我 没杀这人 这个证明起来 就很不公平 就是所以你不能让人家自己 自己证明自己 有罪还是没罪 就比如说 有没有私生子呢 如果是哎 有一天冒出来一个 哎 爹 我是 我是你这个当年 留下的种 好 你有了 才可以去查DNA 有了 你反倒需要证明 你们俩确实有血缘关系 你是他的孩子 那他没有 你怎么知道 他爹 你看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两次 生命还是很有热情的 你怎么知道 他爸 干点什么事 这家伙谁知道 有没有留下 点什么 血脉 所以到这儿已经是一锅粥了 但是还有一个遗产继承人冒出来了 还有一个能给你抢遗产的是谁 他的爷爷奶奶 对吧 就他爹的父母亲 如果健在 也可以抢遗产 怎么办 于是好 银行 你得提供你爷爷奶奶不在世的证明 爷爷奶奶是不在世了 但是你如何证明 人家银行又不是你家人 好 就回到他们家老家 老家都搬了家了 搬了好几次了 爷爷奶奶多少年之前的死亡证明 有没有 或者有也找不见了 怎么办 怎么能证明爷爷奶奶死了 最后人家说 还通融一下 就咱特事特办 你找到你当年你爷爷奶奶的5个老邻居 5个老邻居 共同出证明 证明你爷爷奶奶死了 这行 好 他女儿一想 我这爷爷奶奶 这老邻居要是在世的话 那个个都已经过了百岁 都得活100多岁 这家伙这5个老要求 就在这给你 再开一证明 证明我爷爷奶死了 哪找家 他就在民政局派出所 老家 新家 搬着这几次家 街道办 居委会 这女的也是真够执着的 就为这300多块钱 他就杠上了 有这种人 就是钻牛角尖了 就说我非得继承我爹 这遗产不可 好 但是最后给他折腾了 七八 五六趟 最终的结局 正如我所预见的那样 我看这个新闻 这女的 最后一次来到银行 冲银行说 算你狠 这钱全给你们银行了 我不要了 300多块钱 他不要了 你看你听这个事 你觉得很荒唐 可是其实我觉得 难道这个证明里边没有合理性吗 300你觉得很可笑 可假如300后边再多几个零 要是三百万 三千万 三个亿 你想 就这么让你取走了 哪天跑出来一个声称 他也有继承权 那玩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 李总理 他不但是提出了一个民生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经济问题 甚至是政治问题 甚至是历史问题 你比如说户口问题 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问题 当年我们给管的严严实实的 大部分人都在户口所在地待着 所以那个时候 你抓个犯罪的特容易 你知道吗 人民战争 汪洋大海 街道居委会 查户口 啪一下 可是现在人口大流动 多少人早已经不在户口所在地了 所以 这就 造成了特别大的这个烦难 好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我觉得总理还提出的是个哲学问题 就是 我是谁 你想过没有 你的这个肉身 是你吗 可是就是郭睡学 赤条条一身无牵挂 对不起 在现代社会 赤条条 如果只有你这一个身体 你是寸步难行 你想到没有 我们 实际上是由一大堆身份构成的社会的自我 社会上说 都闹 都闹 叫的是这个名字 叫的是这个名字 很多人没有见过我 但是他可以处理我的银行手续 他可以处理我的很多事情 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一个名字 靠的是一组数字 一组数码 一个号码 一个符号 一大堆文件 如果有一天一把火烧了 什么 你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证明你的文件 全部都不存在了 你想 我是谁 你会不会突然发现一下子空了 没准您就悟到了 觉悟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还是个哲学问题 这个禅宗最爱问的问题就是 我是谁 甚至问的还悬 甚至问出了现在很多咱们吐槽 这个证明你妈是你妈之类的问题 禅宗提出的一个公案叫什么 修行禅宗的人 你可以参一个话头 叫做父母未生前 本来面目 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生出来之前 您在哪儿呢 这个修禅的人 就参这个话头 就想想想想想 一根筋就想 父母没有之前 我在哪儿呢 据说呀 这个想想到最后啊 你要是有缘啊 崩登一下 你就觉得大地虚空 和四大皆空 你一下子 你开悟了 你会发现原来我呀 是不存在的 原来我呀 是一个假的概念 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概念 没有我这回事 当然 也可能 是想疯了 您就干脆就疯了 所以你看 今天的这个 你妈是你妈 其实我觉得 也是说明啊 现代社会 现代人 现代人的这个管理方式的 一个 悖论 他有时候 真能把我们给逼疯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